总统赖清德在就任演说中表示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中国央视随即在微博发出了 中国将实现完全统一等文章 有部分的台湾艺人转发 而包含乐团《五月天》和歌手蔡依林 最近在中国的演唱会上 也说出了我们中国等字眼 赖清德回应 对于台湾的文化工作者 在他人屋檐下所承受的压力感到不舍 也希望国人能够亮节 演唱会现场中国歌迷尖叫声不断相当的雀跃 因为五月天二十四号来到北京鸟巢开唱 中场与歌迷闲聊时自称是中国人登上热搜排行 歌手蔡依林在南昌开唱 高喊我们中国南昌最热情 另外杨成林 陈妍希 侯佩晨 杨宗伟等人也转发中国官媒央视的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发文 张军令 王兴林也转发国土不能分 民族不能散的文章 至于霍建华 周杰伦等九十多位 未转发贴文的台湾艺人 还被中国网友点名 面对台湾艺人纷纷转贴发文 被视为表态 引发舆论热议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不可能拒绝他们登大巨蛋演出 总统赖清德表示 叛国人谅解 文化部也回应对艺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表态 表达理解 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 从来不会要求任何人对自己的立场表态 更不会让任何人因为表态或不表态 受到政治威胁 这是自由台湾最可贵之处 记者综合报道